在農花市場內 這一間人氣烤包子店 是有一對老夫婦共同經營 超過11年的攤子 中午過後就會有限大批排隊的人潮 到底有什麼名人的魅力呢 就是口感蠻不錯的啊 皮又薄啊 他們食材很實在啊 它是皮薄餡多 然後汁都味霉 然後它的內餡是鹹香味鮮 然後外皮的話蠻酥脆 然後又軟Q然後有嚼勁 聽到老顧客們對於烤包子都讚不絕口 這麼厲害的手藝 想必老闆一定是做傳統糕餅出身的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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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是這樣 看起來很樸實的老闆 沒想到以前 可是做西點麵包的高帽子師傅喔 西點麵包什麼那些東西 我有這個基礎 如果我投入西點 原上跟很多人家西點麵包在競爭 我沒辦法說很快就能夠 跟人家什麼 取得說一樣的那種條件 就是你的那個稱名啊 你的什麼都沒有 可是如果我做這個 我認為說因為少人做 那有那個機會 那所以說只要我們認真做 慢慢做慢慢做 然後越做 相對的認同點就有了 我希望透過客人的 幫我們介紹 會比我自己講的 說都好都好 還好快 所以說我就口碑行銷 我就這樣 薄力口碑行銷 然後我慢慢拖 慢慢拖 一個那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三顆就對了 這樣多了一百 將西點麵包的技術 轉化為中式傳統的烤包子 老闆也是嘗試了很久 想到當時自行創業的艱辛 真的也是非常不容易 也很感謝家人的支持 初期的時候呢 當然入不入處 坦白講 因為初期剛開始在 實際上投入在做的時候呢 如果以收入來講 入不入處 就是金額差太多了啦 你的收入跟你的食物差太多 然後慢慢的漸漸的有 打出知名度來的時候 慢慢的 覺得還不錯 慢慢做就有一種成就感 平常都知名度有了 那相對的量有出來 我們薄力多銷量有出來 相對的收入就會比較高一點 就這樣子 看到這麼多圓滾滾的包子 在烤箱中被烤得金黃酥脆 看得真的好想吃喔 老闆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烤包子的訣竅嗎 是說原則上你在烤的那個 時間點上的空置 當然你本身的內餡 當然就看個人喜好 因為每個人的口感不一樣 有的人會覺得說 像我們的胡椒的系列 有人覺得說它很辣 有人覺得沒有味道 那也有人覺得說 你可不可以再給我辣椒 然後它的最主要的觀點是在於說 你烘烤的表皮的那個 感覺說那你那個是不是酥不酥 因為你事實上溫度太高 它很容易破 那破一破湯汁就會流出來 那一點的話 當然你的溫度有關係 還有你包的技巧也有關係 我們沒有像人家說 我一定要包幾折啦 沒有啦 我很簡單 你只要能夠包著 然後讓它內餡 就是說湯汁原則上不會流出來 OK 那這樣就可以了 香氣適宜的烤包子一打開 哇 這肉餡也太多了吧 還一直滴出豐富的肉汁 攤子上還有各式各樣招牌的味道 老闆趕快來介紹一下 胡椒系列賣的最好 胡椒豬 胡椒雞 還有乳酪 胡椒乳酪 乳酪是我們是以設定為 胡椒的口味為主 因為大眾比較喜歡 那它相對的話 就是你因為你加起司之後 自然而然 那個感覺那個胡椒的味道 辣味就不會那麼高 那就有點加 就是我們披薩在用的那種起司 每個口味都真材實料的烤包子 滿滿包著老闆一家人的用心 連續西點麵包師傅 對用料的堅持 讓顧客一吃就上癮 也提供給您做下午茶的新選擇喔